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市长谢国良进行会商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准备了 金融在地的甜点表达欢迎 会后市长谢国良也亲自说明两项结论 盖一盖万一没钱了那怎么办 那这也不是我们乐见的 我也不想在我主政金融市居然发生 会不出钱盖捷运这样子的一个窘境 我是说我是真的把我们的苦水讲给他听 我是真的说想盖捷运 但是怕财务真的会变成一个我们的问题点 我们听到了金融市府对于金融捷运 所表达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在我们推动的有一些细节上面 可能需要让市府了解 因为这是过去好几年推动下来的一个成果 是说他现在听得懂我们的问题了 那我觉得政治也理解到这是一个合理的提出的问题 金融市长谢国良这次接待交通部次长胡湘林 共商金融捷运 特别准备金融的甜点 莲珍玉泥球 三期一号千层蛋糕 以及三兄弟豆花来表达欢迎之意 陪同的还有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秘书长方定安 跟交通处长王振宏等局处首长 双方会面的气氛融洽 会后市长也亲自说明会谈的两项结论 那第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 为了希望交通部要把我们的金融的负担的部分 跟我们的这个责任的部分 要尽快的确定在综合规划让它启程开始 所以我们会密集的跟他们开会 那我们也有满满的诚意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在这里面两个小时的讨论 都是大家很认真很务实的在谈论很多细节的问题 那我们会以两周围一个周期会密集的开会 有必要的话我们就会加开 我们也希望说不要花太多时间 就能够把双方的一个合作的细节能够敲定 本府重申我们是绝对很希望 而且一定要把这个捷运盖起来 但是我又刚刚提到了我们的捷运的负担的部分 很可能就随便就会超过我们的举债上限 那万一我们盖一半钱又不够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请行政院帮我们想一想办法 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 更长的一个财务周期 让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发展这个捷运 因为它所产生的一个效益 包括说土地开发的效益 就是他们最近一直在谈的 也不是捷运盖好的那一天 它的效益就是最佳时期 所以我们更需要站在基隆的立场 长期的去这个好好的去有能力去负担这一条捷运 那我也要特别提到跟媒体朋友报告 他们也有认同一个概念就是说 其实他们提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直辖市的案例 他们也承认我们是第一个非直辖市的一个城市 要来跟他们来谈论并且负担 这个目前的一个捷运的一个负担 而跟沿线的开发 那我们只能说 今天我们有达到了这两个共识 那以上是我们针对这个基隆捷运 今天这两个小时会议下来的一个讨论 那这是第一个会议 但是不是唯一的会议 我们会以两周为周期 有必要的话会更密集 来跟他们继续讨论下去 那也希望随时都有新的进度 来跟各位媒体朋友 跟关心的市民朋友报告 市长谢国良表示 这次会面交通部已经充分了解 基隆财政总困的状况 他也强调不希望让基隆捷运破局 更希望行政院与交通部能够多给予基隆协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而针对监狱经费的部分 立委蔡世英提到 沿线开发的利益 应该可以有效减轻基隆市政府的负担 议长同志伟则直言 市府不应该将责任都推给中央 呼吁要提出相关的配套 中央地方共同合作 让北北极桃生活圈尽速串联 以符合民众的需求 对于基隆监狱负担经费 暴增增议 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3月16号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燦 有特别召开专案会议讨论 交通部次长胡湘林也曾拜访过他 蔡世英说他的立场很清楚 过去一连串的努力 让基隆捷运有重大的进展 不希望在推动过程中有人放弃 蔡世英也认为 交通部提出的沿线开发利益 应该可以有效减轻基隆市政府的负担 我的意见非常清楚 就是说整个基隆捷运 是过去一连串的努力 才能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那目前也是在做综合规划 以及在做还评的过程 那我们不希望 有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放弃了 那中央也理解到我的态度 那也期待说相关的预算的配合 不论是中央支持 或者地方支持的部分 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共同 可以达到的一个共同目标 让案子能够尽速的推动 那今天胡湘林胡正次 来到基隆跟基隆市做的一个沟通 就是做整个工程的进度 以及预算的沟通分配的部分 那因为这整条的路线 昨天交通部有公布沿线的开发利益 也有将近五块四十几亿的用 相信未来把这些回推算入 整个基隆捷运的工程费 对于基隆市来讲 将会减轻不小的新建的负担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部分 双方应该会取得一定的共识 当然不敢说第一次的讨论 就能够达到目标 但我期待大家一起努力 让基隆捷运继续往前走 不要放弃基隆捷运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则直言 基隆市政府不应该将责任权推给中央 应该提出相关配套 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 透过捷运紧速串联北北基陶生活圈 以符合地方民众的需求 我想我们基隆市议会 我们所有党团的所有成员议员 都非常重视基隆捷运的发展 那我想基隆市政府不应该 把责任都推到中央 那我想中央跟地方好好的合作 这是城市整个北北基陶共同生活圈的问题 我希望基隆市政府也拿出相关的配套措施 跟中央好好的来合作 我想钱的问题其实都可以谈 那我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生活圈串联起来 然后符合地方的需求 那我想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重视地方的声音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总统蔡英文 到基隆大五轮工业区参访口罩国家队与知名的卫浴设备 并到七堵庆祭工来参拜 对于役后经济 蔡英文表示 行政院已经编列了110亿特别预算 将协助中小企业智慧化生产 升级转型 在业者的说明下 总统蔡英文查看口罩颜色自动化印制流程 还在成品上签名 在疫情即将结束之际 蔡英文特别参访基隆口罩国家队 顺义历史业 及知名卫浴设备商义态 除了肯定业者的用心 也强调政府已经编列110亿的特别预算 将协助制造业智慧化生产升级转型 协助更多企业共同面对 以后的经济的挑战 为了推动2050近年转型的目标 行政院跟经济部都已经推出了相关的计划 在行政院并规划的后 以后的特别预算里面 那经济部也特别编列了 会投入110亿 来协助我们的制造业 走向低碳化智慧化的生产 下午总统蔡英文 则到七鲁信仰中心 庆祭公参拜还愿 除了感谢庙方在疫情期间积极进行社会救济的善行 蔡英文也与立法人蔡世英 及包括议长同志委在内的民进党籍金融市议员座谈 对于基隆国有山坡地治理 及灾后诊件经费问题 蔡英文当场指示蔡世英出面协商 建立农委会与基隆市政府间的沟通平台 谨速让预算到位 在整个座谈过程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干部反应 也有提到基隆的几个重要的问题 例如说基隆的国有土地 山坡地保育治理的部分 那总统刚刚有特别交代 也交代适应 特别会在跟后续的农委会 来做后续的沟通跟协商 对于山坡地保育国有财产局 跟自由土地之间的平台的沟通 以及相关的山坡地的治理 的预算的争取 那总统已经有交代了 那我会竞速回来跟农委会 还有未来协调基隆市政府 一起来让预算竞速的到位 另外对七堵休闲农业发展 及污水处理接管进度延宕 蔡英文也表示关心 我想总统非常重视 我们基隆地方的农业发展 那我们七堵区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休闲农场 有养鹿 然后有最有名的山药 那总统非常关心 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包括中央的蔡世英委员 大家一起来帮忙 那我们的休闲农业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山药 可以继续推广出去 那看看农委会 还有相关的部会 怎么样来帮忙 那我们地方的里长 也非常关心 我们这个污水接管的问题 污水处理的接管问题 我想总统也有指示 那我们地方 我们议会说的议员 还有七堵区的议员 七堵区 大家我们会一起来帮忙 那希望这个污水接管的进度 可以加快 离去前 蔡英文还主动走向一旁守候的 民众打招呼 让民众直呼好开心 蔡英文表示 过去几年 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 让季龙有很大的发展 他也期免党籍议员们 未来在问证咨询 能为市民把关 让季龙整个城市发展更好 记者张旗腾 新宏报导 昆龙近三年 海军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再度来到基隆港 这一次纳编了 磐石军舰 陈德军舰 及班超军舰等三艘舰艇 这两天在基隆港开放参观 第一天就吸引了 爆满的民众 穿着海军制服的 可爱小小礼兵 在磐石军舰 以及海军陆战队仪队 和官士兵面前操枪 向海军致敬 相当吸睛 你今天是海军的活动 所以我穿海军 他从小就非常 崇拜三军一队 然后今天刚好知道 就是敦目支队 会在基隆港这边停靠 所以我们特别就是 带他穿海军一队的衣服 前来参观 受到疫情影响 睽違近三年 海军112年 敦目远航训练支队 那边油弹补给舰 磐石军舰 康定级飞弹巡防舰 陈德军舰 以及陈公级飞弹巡防舰 班超军舰等三艘舰艇 3月19 以及20号两天 再到基隆港开放参观 第一天就吸引爆满的民众 排队参观 每年多目支队的主要任务 是以海上航行实务 印证军事院校应届毕业生 四年所学理论 培养未来海军干部的军事素养 并利用访问邦交国家 来宣扬国威及宣卫侨胞 此外 长时间的海上航程 验证舰队的远洋作战能力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梁立委 蔡世印 邱成远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 佟子委和基隆市议员们 清安公主委佟佟永 和基隆港务分公司等贵宾 都受邀观礼 并且对海军士官兵们致敬 更希望国人一起支持国军 今年海军共纳编三艘 新一代的兵力 分别是盘石舰 班超舰 陈德舰 共同组成112年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巡回国内各大港口 国防安全 需要国人关怀与支持 海军官兵始终秉持 综艺军风 不分昼夜寒暑 执行海江巡逸护渝 救难以及外岛补给等 海防安全之任务 近年 更致力于新一代兵力整舰 及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目标 大幅提升海军制海作战能力 有效屏障台海安全 我们可以看得到外面人山人海的观众 民众们 对于我们这一次的 敦牧远洋支队的三招军舰的开放 登舰参观 充满了许多的期待 这也代表着国人 对我们海军的支持 那最近这几年 蔡总统之下 我们推动了很多国军的军事事务革新 那我相信 对于民众来讲 这是对于台湾国防战力提升 一个安全保障的信任 来感谢这些所有在前线 为我们努力保家卫国的海军弟兄之外 也要让我们的所有的全体国民 了解我们这次所有军备 还有我们近期在推动 全民国防的相关成果 要一个最完善的状态 来呈现给国人 这次的敦牧舰队巡回 不只停办三年后的首次巡回 对基隆来说 更是市港再生的重要里程碑 军港西前的工程已经接近收尾 舰队也首次停靠东岸码头的惯例 改为西岸码头 未来基隆港的军用港区 将不再分隔两地 军事上商业上 在港区的使用都更有效率 作为民意代表 一定要做国军的后盾 支持国防产业的发展 也带头捍卫国家主权 军民一心才能创造 民主和平繁荣的尊严台湾 市长谢国良和议长同志委 也分别致赠加财金给敦牧远航训练支队 为官士兵们加油打气 不少民众看到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希望合影留念 市长也展现亲和力来者不拒 而在海军人员引导下 议长议员和立委等人 也到军舰上面参观 了解海军现役武器装备 国家先进科技 以及台湾精品 国防自主 人文艺术和观光发展等成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带你来看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圣火传递 3月18号抵达到最后一站基隆 市长谢国良诚挚祝福并强调 许多原住民的孩子非常会打棒球 他也将推动成立 基隆市明星少棒队 为基隆市来争光 今年由台北市主办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 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圣火传递 3月18日抵达最后一站基隆市 由基隆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 原住民议员陈明健 以及体育会理事长郑景邹等人 率领南农国中体育班学生迎接圣火 并且为基隆市代表队加油 争取佳击 目标在超越上一届 基隆市拿下三金四银两桶的好成绩 这些呢 我们的各项的项目里面 12项里面 其实我们非常多项都有夺金的可能 也期待我们的选手呢 能够发挥我们的潜能 然后呢 为我们基隆市获得最大的一个 那个好的成绩 一起来加油 当然我也是希望我们基隆市都能够勇夺第一啦 全力圆梦 一起完成我们 我们所有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两年一度的一个盛事 一起加油加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 谢国良也先到现场致意 并且强调 市政府非常关心原住民的各项事物 而许多原住民孩子在棒球方面都打得非常好 他将推动成立基隆市明星 哨棒队为基隆市争光 这个传递圣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我们基隆对原住民的各项事物跟活动 我们都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也一直很想打造一个明星的哨棒队 这一直是小爱爸爸的政见之一 那因为很多原住民孩子都打得非常好 所以未来我们也期待有很多优秀的原住民孩子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明星哨棒队的一个计划 这一直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会陆续的来一样一样的来推动 基隆市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代表队 这次总共有366人 将参加包括传统拔河田径等项目 比赛时间从3月24号到27号在台北市举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伯阿伯阿 头巾是怎样阿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阿 蛤?为什麽?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阿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阿你是说要多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我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比较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拜喔 东北季风期间的基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为在冷暖区的海军特役农民居住的单身宿舍 祥和山庄 因为年久失修 房屋漏水已经不适合长辈居住 虽然只剩下六户居住 不过既用市议员陈冠宇 不因为人少就不关心 反而是主动发掘问题 并邀请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邀请军方共同办理会刊 来改善问题 在军方人员陪同下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和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一起到暖暖区的海军 退役荣民居住 单身宿舍 祥和山庄会刊 因为年久失修 房屋漏水已经不适合长辈居住 虽然只剩下六户居住在里面 不过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不因为人数少就不关心 而是主动发掘问题 并且邀请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请军方共同办理会刊 改善问题 让一身龙马为国的 农民北杯可以安养晚年 确实有部分漏水 还有一些像老化的现象 会长他们希望 海军这边可以提供一些 修缮的协助 也把他们的环境能够做一些整理 那军方今天是派出参谋长来 把相关的问题厘清之后 那也答应尽数 把房屋内的一些物况不好的地方 做换房的一些准备 那会长他们也提出一些需求 那这个部分我想 很谢谢议员还有会长 我们齐心跟军方一起 把这个住的环境给他改善 那也相信军方说到会做到 那我们会持续的来这个协助会长跟很多的这个住户 这个可以的这个我们的前辈们 把这个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呢 尽量改善 那当然有些法规上面也可能要配合 那与时俊进的部分我们在国会也一起来努力 然后其实房屋修散破损问题 其实刘会长跟其他伯伯还有奶奶已经反应很久了 那也希望是说今天就是海军的参谋长嘛 然后就是特地来到这边 然后就是也亲自把问题做了厘清 然后更感谢委员上面的协助 那后面会依照就包含像会议记录写好之后 去协助伯伯他们搬家 然后不要再漏水了 然后可以好好度过他的晚年啦 一身为国家然后好好就是老有所养 军方方面也同意将在厘清相关问题之后 紧速修缮改善设备和居住环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同时观光淡季 为了吸引旅客的目光 和平岛与正兵渔港的六家人气店家 攜手推出了舌尖汤污污套票 欢迎旅客用舌尖来感受基隆各种汤的魅力 冬天许多民众爱泡汤 基隆和平岛与正兵渔港的六家人气店家 攜手首创推出舌尖汤污套票 欢迎民众用舌尖来感受基隆各种汤的魅力 当我们一直跟外面去讲说 欢迎来基隆泡汤这件事 大家一定是满脸的问号 基隆到底有什么汤可以泡 其实基隆是相对比较辛苦的 但是我们创造一个是让你舌尖上 味蕾泡在我们的一个汤污里面 我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万柱号 它很有名就是咖啡的名店 它就是这一次的一个品项 它就是发起就是像日本去泡汤的时候 都会在泡汤之后喝一杯冰凉的一个牛奶 它做一个体验的设计 它设计出来一个咖啡汤 像我们的海那边 它就是融合了昭和时期的一个饮食文化 创造出来一个火烧的茶泡饭 这也是融入了在地的海鲜 像我们的屠门咖啡它很有名的一个招牌 就是它的咖喱饭 所以它就这次设计了一个舌尖上的汤物的咖喱汤 去融合了发棍 那我们的岛上就会有一个叫岛上有冰 它就做一个软汤 然后它就是用一个火烧的一个姜汁 的一个像地瓜的一个比较休闲 让你可以品尝到一个心里软软的 软呼呼的一个软汤 像我们河滨岛地质公园 我们就提供一个叫岛汤 我们是致敬永续鱼汤的马赛鱼汤 我们跟了基隆第一位的生态厨师 合作了一个属于我们和平岛上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限定的汤品 融合了永续海鲜的一些概念 吃当地吃当季 你可以吃得到我们的几咕辣 吃到我们基隆特有的蛋卷之类的 譬如是腌汁虾去融入的一个汤品 那像我们正宾渝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贡寓 这边它有做一个啤酒汤 待会我们老板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说明 很高兴这一次可以参与这个和平岛跟正宾的六个民店的联合行销 那当初听到这个舌尖汤屋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联想到就是我们自家的精量啤酒这个产品 可以怎么来搭配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推出了泡啤酒汤 然后泡完啤酒汤 再来喝啤酒汤的一个体验活动 那这个啤酒汤其实在欧洲呢 其实是非常盛行的一个体验活动 那我们在台湾应该算是第一个业者 推出这个啤酒汤的一种体验 如果在网路上去搜寻的话 其实在捷克还有冰岛 他们都有这个业者在推这样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其实为什么要推广 就是因为第一个啤酒本身 它就是一个很营养的液体 所以我们叫液体面包 那泡完啤酒汤之后呢 你整个人就会开始觉得很舒服了 然后再到我们其他前面的那个休息空间 来品尝一下在地的食物跟啤酒的一个搭配 所以我们等于是把这件事创造出来 希望未来大家用这种美食的味蕾的概念 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基隆也可以有泡汤的概念 所以我们才这次是第一次首次 河滨岛正兵的六大民店一起联合起来 这次各个店家发挥专长 用心规划这次的在地观光行销 民众只要上网搜寻舌尖汤屋 就可以获得套票的详细资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台湾海洋环境教育推广协会 号召爱海人士 2月2号从彰化方院出发 徒步环岛台湾海岸线 第16天抵达基隆 以实际的行动关心海洋环境 17天呐 迈入第17天 一大早从仁爱国小出发 这群参与漫浪台湾海岸线上的爱海人士 2月2号从彰化方院往北走 沿着海岸线一步一脚印环岛 记录台湾生活和海洋环境变化的关系 沿着全台湾海岸线徒步环岛60天 每一天徒步前进20到25公里 我们用最慢的速度带着国人来认识 我们台湾家乡这块土地 认识家乡 每到一站都会留下记录 述说着地方的特色 来到基隆收到海科馆 基隆护海教育中心 及新甘宝贝的热烈欢迎 再从海洋来教育 再任务试一下我们周边环境 然后呢 要保护整个海洋 整个地球的一个目标 现在结合了户外教育之后的话 我们的活动会更加的精彩 会直接带孩子直接走到海边 来体验我们的海洋 我们在里面不断的跟大家介绍 海边的地质景观 生态特色 人文故事 产业发展 还有各地的污染跟破坏 希望用最慢的速度 带着大家 轻声地走到 每一寸家乡的土地上 用心 用眼 打开你的五感 认真地体会 家乡海洋环境的变化 因为用心 打开了五感 更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更深入地认识到 海洋教育 对于台湾环境的关心 他们的 投入 值得我们 再次去肯定 这个COVID-19帮助我认识台湾 我到处问人 每个人都给我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引导 甚至还有太太带着小孙女 她说 你等一下 阿嬷把这个说 说阿嬷坐车 带我到站台去 我觉得 天啊 我好喜欢寄龙人哦 1500公里用走的 要走多久呢 我们用脚丈量过后 绕一圈的海岸线 大概是1500公里 所以绕完一圈 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看起来好像很长 但是整个人生当中的两个月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困难 你只要能够花两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认真轻声地走完整个家乡海岸 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海岛的子民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都可以为家乡做更多的努力 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起来走走吧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